各位汐止教會長子 弟兄姊妹 大家安息日平安 感謝主義書的恩典 讓小弟今天能夠有機會在這裡 跟大家一起來查考主義書的道理 記得好像有來汐止這一邊聚會 還有一段時間 我記得上次來好像是可能是六七年前的事情 那感謝主義有機會 今天在110年的最後一個月 能夠跟大家一起來這邊分享道理 讓願主義書的恩惠慈愛跟大家同在 那今天呢 小弟要用這個人生的區域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記得上次來的時候 六七年前我還在戲子上班 那現在六七年後呢 我已經退休了 也過了六十了 那人生就是人生的一種 每個人都會遭遇的事情 那每個人我們人生當中呢 有時候呢 就會遇到這種 生老病死 悲歡離合的事情 每個人的記憶都是不一樣的 那有時候這種記憶呢 也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 那有些人出生出來就是在一個有錢人的家庭 含著金湯匙出生 那有些人出生呢 就過著很貧窮呢 三餐不濟的生活 那有時候呢 我們有時候看似非常巧合 今天我們能夠來到戲子這邊 來這邊工作 來這邊生活 來這邊聚會 看起來是巧合 那我們今天能夠在這邊相遇呢 是一種巧合呢 還是省的安排呢 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跟大家分享 那有時候我們計畫了半天 要做什麼事情 要賺什麼大錢 可是有時候趕不上時代的變化 跟我們的想像呢 又差距很大 那有時候我們覺得說 我們為這個事情呢 付出相當多的辛苦跟勞力 可是到最後出來的結果呢 跟我們想像的完全都不一樣 那人生的過程就是這樣 那今天早上呢 我們要用這個聖經所記載 這個雅居拉 他的人生的機遇 來跟大家分享 那也希望呢 我們帶弟兄姊妹呢 能夠從這邊呢 讓我們學習到 第一 我們首先來分享 他人生的第一個階段 在看似泛濫呢 卻是恩典 有時候我們人生的 記憶當中呢 難免會遇到一些煩濫的事情 雅居拉也是 那第一段呢 他是從他的家鄉 本都來到羅馬這邊工作 這是在公元50年到53年的事情 我們一起來看 這個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的這個十八章 第一節第二節 我們一起來練 使徒行傳的十八章 那上面這個白板 黑那個投影幕也有 十八章 我們來看十八章的第一節 第二節 我們請念 這次以後 保羅離開了雅典 來到格林多 遇見一個猶太人 名叫雅居拉 他生在本都 因為格勞 留 遇見 都離開羅馬 他心境 戴了 許希致 其他 就來 來 保羅 就投靠他們 好 我們看了第一段 第一段裡面 再記載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個猶太人 叫雅居拉 他生 他原來生長在本都這個地方 然後呢 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們很多的弟兄姊妹 一樣跟他一樣都是漂泊離鄉 我們用現在的這種語言 叫做北漂 我們 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是從東部 然後為了工作 離開了我們所心愛的家鄉 那小弟也是一樣 小弟是從南部 然後為了工作來到北部這邊生活 亞居拉也是一樣 他是原來呢 他是生長在本都這個地方 本都呢 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介紹 他是在黑海 就是現在的土耳其這個地方 土耳其的北邊靠近黑海這個地方 的一個省 那從那個地方呢 他為了工作 從土耳其這個地方呢 一直呢 就漂泊 到了這個 當時 羅馬帝國的最繁榮的地方 當然就是羅馬 那個時候已經是 羅馬已經是世界一等一的 一個繁榮的大城市 那邊來工作 來生活 那我們 我們從這個地理學上來講 我們覺得說 我們每次從這個家鄉 從台東來到台北 我們覺得很遠 這個 亞居拉呢 他是從他的本都 從這個土耳其這個地方 到羅馬這個地方來工作 他不是叫北漂 他叫海漂 海漂呢 要經過這個 黑海 愛琴海 地中海 然後千里的這個航程 來到羅馬這個地方工作 那為什麼要跑這麼遠呢 說藍莹莹莹 我們弟兄姊妹 有在社會上工作都知道 叫做好生活 就好找工作 因為那個時候的羅馬 就跟台北一樣 是一個繁華的都市 工作 生活 比較好謀生 所以說大家很辛苦的 從這個很遠的地方 一個義鄉 來到這個繁華的都市工作 可是呢 一段的時間以後 我們看到 我們現在看這個地圖裡面 可以很清楚的介紹 上面這個地方叫做黑海 黑海 黑海就是我們亞洲的最 最西邊的 跟歐亞交接的地方 這個叫黑海 然後呢 突出的這一塊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 左邊那個地方就是希臘 然後這個 從黑海呢 要經過愛琴海 然後呢 出了地中海 然後再會 在最旁邊呢 有一隻好像靴子一樣的 那個就是義大利半島 然後他要這樣子 繞一大圈 到羅馬去生活 這是一個很長的路程 我們有做過海的話 你就知道 這個做海不是好玩的 尤其在以前的時代 那個設備更糟糕的時候 這個為了生活 真的是有時候生命都要賠上 是很辛苦的 可是呢 這麼辛苦的在羅馬打拼了幾年以後 我們剛剛所讀的經節裡面看到 突然間 在羅馬 工作 有成家的 立業的 也娶了老婆 事業有點基礎的 卻發生了煩難 那個時候呢 一個猶太人的事件 那個時候的皇帝呢 我們剛剛讀的 就命令羅馬城裡面的所有的 遊賴人全部趕出去 結果呢 我在這幾年 這個百居拉在羅馬這幾年呢 我在這裡面工作了 房子都買了 太太也娶了 什麼都沒有了 全部 全部要離開 現實馬上就要搬走 就要離開羅馬 很無賴的 要放棄這幾年來的所有的努力 這個不是自己的選擇 是很無奈的 那時候是威權時代 羅馬帝國呢 皇帝說的就是算 他也沒辦法改變 但是我們看到 有時候人生的煩難就是這樣 可是我們一個基督徒 一個有信仰的人 在無助當中 有沒有看到神呢 神其實都一直在扶持我們 在幫助我們 你看看呢 雖然 是煩難 可是呢 卻有神的美意 那我們在煩難當中 其實要學習的就是忍耐 等候神的恩典 那你看看 我們從亞居拉裡面 雖然在煩難當中 你可以看到 他原來是依 一個人呢 從本都來到羅馬流浪 可是他離開的時候 剛剛聖經有記載 他帶著他心境的這個棋子呢 這個白吉拉呢 他離開了羅馬 到了這個格林多 所以我們雖然看似無助 但是神有神的恩典 他已經不再是一個人 而是有棋子呢 白吉拉的福祉 這個你看 這是亞居拉跟白吉拉 我們有時候在煩難當中 我們要學習的就是仰望神 你看 雖然有這種羅馬兵丁的迫害 看似是一種遭遇的煩難 我們怎麼樣看這個煩難的事情 有時候 人生的機遇裡面 我們有時候很氣 會很氣什麼 那個當時害我們的人 那個當時害我一無所有的人 一直害我被迫要離開這個工作 我原來在這邊的職場 在這邊工作好好的 被職場的主管也好 同事也好 朋友也好 被他迫害呢 結果害我今天到這個地步 我們有時候 在人生裡面 會面對煩難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看待 那個害我們的人 就好像這個 耶穌 耶穌怎麼看待他的兄長 那個時候 害他的兄長 害他被賣 害到最後呢 他流浪到埃及去 那個時候的 這個心裡面的 怎麼樣去面對這個煩難 你是仇恨呢 還是你用一定的角度去看 神的恩典 那我們看 亞居拉也是一樣 你怎麼樣去看 你當時破壞你的這個 羅馬的皇帝叫 格勞丘 在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信仰的人 去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接著來看 如果我們看聖經的話 你看這個約拿記 約拿書不但的 再出現一個字眼 就是神安排 我們人生的機遇裡面 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神在安排 這個事情 每一件事情 每一個我們周遭所發生的事情 其實都有神的美意 神在安排 你看我們看約拿書裡面 第一章裡面講到說 神安排使這個海起了大風 然後船都快要沉了 再來呢 神安排什麼呢 神安排一條大魚 來吞了約拿 再來呢 神安排了 在第四節裡面 神安排了匹馬 來遮它 然後呢 神又安排了另外一條蟲 把這個匹馬給咬 讓它枯死 神又安排了這個東風 現在的東風其實就是我們在下的 要噴風 突然間有一個東風叫噴風來 哇熱死了 突然間溫度呢 40度 在我們台東那邊常常有噴風的現象 突然間溫度就上升了 熱的受不了 其實這個都有神的安排 聖經裡不斷的出現 神安排 這個事情在我們犯案當中 其實都是神安排的 那我們看這個約伯也是一樣 約伯在面對他人生這麼大的犯案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約伯記 開頭就講了 那個是神跟這個撒旦的一個 講好的一個試煉 這個約拿的 所以在那當中裡面就講說 神只要你不要伸手加害他 但是 所以我們看到 不管是約拿書出現的神安排 風浪大雨 披馬 蟲子 東風 這是神安排的 我們有空可以自己去看約拿書 在約伯記裡面 所有的約伯的氾濫都是神允許的 說來說去 所有的事情 神都知道 我們身上周遭所遇到的所有的氾濫 其實神都知道 神要試煉我們 神要讓我們耐心去等候 我們用一節經節來跟大家互相勉勵 再看羅馬書 羅馬書八章的二十五節 我們一起來練 羅馬書八章二十五節 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在犯案當中 八章二十五節我們一起練 我們要耐心的等候神的旨意 我們要耐心的等候神的旨意 在雅各蘇裡面 雅各蘇的五章七節裡面 講得更清楚 跟我們講說 我們在犯案當中 就好像農夫一樣 農夫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耕田的時候 要等到那個田裡面的出產 這也是要有耐心的 要等到秋雨來 春雨來 雨水來的時候 灌溉慢慢才成長 我們不能壓苗助長 把它拔了它就會長大 要有耐心 等候神的時間 再來看看 我們說完的氾濫以後 人生的機遇裡 會難免遇到氾濫 再來就講到第二個事情 就叫巧遇 有時候人生裡面 我們看到 怎麼會那麼巧 可是呢 卻是神所預定所安排的 我們來看 接著看《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的十八章第三節 我們 接著看《使徒行傳》十八章第三節 我們在字幕上也有 一起來練 十八章第三節 他們本是製造帳篷為業 保羅就與他們同業 就和他們同住 阿門 這裡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我們一節二節裡面講到 一開始第一節就講到說 這個是以後 什麼是以後 就是保羅在雅典傳福音 傳福音所遇到的種種的迫害的事情 福音的工作是很辛苦的 然後他就離開了雅典 來到哥林多來宣道 可是我們知道說 一個宣道的工作是很辛苦的 然後他一個人之身來到哥林多 就好像保羅一個人 如果我們弟兄姊妹 我們剛從東部來到汐止 來到北部這邊生活的時候 你第一個要找住的地方 對不對 你今天晚上住哪裡 今天晚上在哪裡吃飯 三餐怎麼辦 住要住哪裡 吃要在哪裡吃 那接下來 生活馬上就遇到結局的事情 生活會從哪裡來 然後吹風日曬的 後面沒有一個資源的話 你馬上在北部馬上就變成街遊了 然後現在的經濟還好 街遊可能還沒有馬上就會有困頓 那可是羅馬帝國的時代 這個很可能就死在街上了 可是這邊我們看到 保羅來到哥林多的時候 他遇到了 怎麼那麼巧 這個白吉拉跟亞吉拉 從羅馬被迫來到哥林多 事先都已經安排了 好的住宿跟工作的環境 他這裡第三節就講到 這個白吉拉竟然跟保羅呢 是知障藤違約的 他們兩個有一樣的 是同樣的職場呢 是同樣的 就是同業的 然後呢 他們呢又 又就都是 就是猶太人 而且呢 都很巧 他們都是土耳其那邊的 小亞西亞那邊的人 那我們也有覺得說 有那麼多巧合的事情 事實上有那麼多巧合的事情嗎 那其實我們詳細的來看 其實都有神的美意跟預定安排 首先我們來看說同業的事情 在我們如果現在我們去旅遊的話 去土耳其這邊 有機會去旅遊的時候 土耳其那邊就盛長的 就是說用羊毛去編製地毯 他們編製地毯很漂亮 而且質地很好 都是純羊毛的 那在 因為他們那邊出產羊 在兩千多年前 羅馬帝國的時候 他們那個時候呢 比較盛產的就是 軍用軍需品就是帳篷 因為羅馬帝國到處的擴張 需要這種帳篷 這種就是行軍帳篷 軍用軍需的物資 那個時候呢 亞吉拉跟保羅 他們都是因為當地 土耳其那個地方 當地的羊毛 當地的手工的這個技藝裡面 從小他們就傳承了 所以說他們 很巧他們就是同業 就是都會 因為他們都是土耳其人 所以說又是同鄉又是同業 然後又是同胞 就是他們都是猶太人 這很多的這個巧兒 所以說他們到他們就 保羅到了哥林多以後呢 要做福音的開拓 馬上就有一個後勤的資源 他就住在跟這個亞吉拉他們住在一起 馬上就可以在哥林多那邊為主呢 做美好的工作 所以說我們看這個事情看起來 有時候你怎麼那麼巧 保羅怎麼那麼幸運 其實保羅呢 我們看到這個聖經在記載 這個是他們在那邊支部帳篷 聖經在記載說 真言二十二章第二節 說富人跟窮人在世上相遇 都是神所造的 也就是說天下事情 沒有那麼巧的 你在路上要碰到郭台銘 碰到張忠謀 沒那麼簡單 也沒那麼巧合際遇 這個都有神的美意跟安排 就好像路德跟波羅斯 路德為什麼會去波羅斯的這個田裡面撿賣穗 神已經安排了他的救恩 這個窮人 到他那邊撿賣穗的時候 他還故意安排人 給那個僕人留賣穗給他撿 他會讓他在那邊得到溫飽 神有神的美意在 雖然我們有氾濫 神有神的美意在 你看保羅那個時候他要去羅馬 在馬其頓 保羅去馬其頓 就是現在的希臘這邊開拓 是神的領帶領 因為他來到特羅亞這個地方 神的意象告訴他說 馬其頓人的呼求生 要他去馬其頓這個地方 就現在的希臘這個地方來做開拓 這是有神的帶領在 所以說 白吉拉跟保羅在哥林多相遇 是神的預定 並不是偶遇 所以我們說 他從一本造出萬祖的人 住在全地的 並且已經早就預定 定準了他的年限跟所住的將界 叫他們尋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實他離我們個人不遠 我們的生活動作存留 都在乎他 這是《使徒行傳》的17章裡面跟我們講 我們其實生活上的每一個步驟 其實都有神的安排 神的預定神的美意 再來我們來講 人生的第三個記憶 也就是說 生離死別的分離 這個時候已經是公元53年的事情 保羅要從哥林多福音公開拓的工作 到了一個階段以後 去了以佛所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的18章 接著看 18章18節 我們一起來練到2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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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節 保羅又住了過日 就離死別的弟兄 就轉到21節 我們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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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你們去 他們都熟 你 是去 你 那一年太人辯論 就是我們去 阿曼 我們先讀到這裡 這裡告訴了我們人生的機遇裡面 有時候天下沒有不善的宴席 可是在這種人是感情的動物 有時候大家相處在一起 久了大家都有感情 哪一天有時候我們弟兄姊妹 原來都是在戲子這邊聚會 大家都很熟 可是因為工作 因為婚姻 因為種種的原因 有時候要離開戲子的時候 我們要跟這些 我們每天相處的 每天聚會的這些弟兄姊妹離開的時候 我們難免很多的不捨 然後我們看到 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說 剛剛亞吉拉白吉拉 他們放下了哥林多的所有的 來跟隨 什麼都沒有的保羅 就是為了聖功的緣故 就好像安德烈跟彼得 他們捨得亡 然後跟從主一樣 把他們所有的都放下 就為了結束的聖功 然後呢 可是呢 到了以佛所以後呢 沒想到呢 卻是一個分別的開始 人生分離呢 是人生很大的傷痛 剛剛我們講的 可是 亞吉拉跟保羅 他們離開以後呢 從此呢 千山萬水 隔了很遠 因為保羅呢 從以佛所 這個土耳其這個地方 又坐船呢 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去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神有神的意識了 可是我們 是不是願意去順服神 在分離呢 其實是力量的擴散 這個亞吉拉跟白吉拉 他們分開 亞吉拉白吉拉跟保羅他們分開呢 神有神的美意在 其實是一種福音工作的擴散 也是工作上的必需 可是呢 我們人是感情的動物 有時候 在分開的時候 人們很難過 有時候我記得 我常常記得 雖然已經人過六十了 想到以前 國小的時候 是很美好的時光 那個時候無憂無慮的 大家跟同學 其實玩得很開心 可是呢 到了六年級 這個鯉歌一唱的時候 我看見所有的同學 也跟男生女生哭成一團 因為大家分開了 從此 大家很可能 大家很少來相聚了 這個時候 我們看保羅也是一樣 那看到保羅呢 在蓋薩利亞呢 我們看力量分散的時候 這個是為什麼 為什麼神會讓他們分離呢 我們看保羅這一邊呢 他是在蓋薩利亞 蓋薩利亞大概就是現在的這個 以色列的新的港口呢 叫海華這個附近 新的港口這個地方 來下船 舊的港口在約帕 新的港口在蓋薩利亞這個地方 來下船以後呢 就上了耶路撒冷去 然後來問候教會 也就是說敘職啦 他在這幾年的海外的福音開拓呢 去跟教會這邊做個報告 現在的聖功發展的情形啊 有什麼困難啊 有什麼需要啊 來做報告 所以說他呢 離開了這個以弗所來到耶路撒冷 然後最後呢 又經過了加拉太 拿到和呂家這個地方 來兼顧門徒 可是另外我們看到另外一個 一股力量 神為什麼留 亞居拉他們留守在以弗所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他們要留在以弗所 這個教會這個地方 來做牧羊的工作 我們看到接下來看什麼工作呢 18章的24節就講到這個事情 為什麼亞居拉他們要跟保羅來分開 為什麼神要留他們在這個以弗所 我們來看24節呢 我們一直讀到28節 這個就答案就出來了 我們要來看 我們一起來讀 24節 有一個猶太人人叫亞波羅 他沒有說 他是有太空 沒有 沒有 現在這樣聽 這個 在道理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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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 Antonio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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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ond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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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我 semua 佛道 一切禁明耶稣基督阿们 这里讲到原来 原来亚基拉 百基拉留在以弗所的目的 就是要为了栽培将来一个福音的工人 叫亚波罗的 亚波罗的圣经记载 他是亚历山大这边的人 亚历山大在哪里呢 亚历山大就是现在的埃及尼罗河的出口港 就是在尼罗河跟地中海的交界处 是埃及最大的山港 到现在也是最繁荣的港口 他是那边的人 然后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 圣经说他这个人非常有恩赐 然后有学问 又有口才 能讲解就约圣经 可是亚波罗还是在信仰真理上面 还是有一些没办法很完全的地方 也就是说他还是留在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亚基拉跟百基拉就跟他讲解圣经 然后讲解绝书的赦罪的洗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真理 然后呢 然后他将来的话就是后来的亚历山 这个亚波罗呢 就离开了以弗所去牧养了这个哥林多教会 那我们读了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六节的时候讲到说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的 唯有神叫他成长 也就是说在哥林多教会的牧养的工作上面 亚波罗这个人付出了相当多的心血 在牧养他们这边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边讲说我栽种亚波罗浇灌 也就是说福音的种子是保罗撒的种子 可是后来牧养的工作是由亚波罗来接手 那我们也可以从亚波罗接手的福音工作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亚波罗现在的信仰跟道理已经是纯真的 因为他经过亚居拉跟白居拉的教导以后 慢慢的福音的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能够成为教会的助使 是因为亚居拉把信仰能够交灌给他 那我们接下来看 所以说原来分离 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 我们分开的其实是力量的扩散 有些人他移居到了北部也好或者是到了国外 他都能够把福音的工作往外扩散 大卫在撒姆尔记上的17章29节里面说 我做了什么呢 我来起没有缘故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 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边 我们为什么从东部来到汐止 或者来到三家也好 来到五谷 来到正宾 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 来到北部这边生活工作 都有神的免疫 不是没有缘故的 第二点 最后第四点 我们来看 有时候我们看是小小的事工 却是神的大工 我们有时候看到教会的圣工的安排 需要很多人的付出 现在我们松任教会有时候也很困扰 吃饭有人 但是洗碗就没有人 这个很伤脑筋 要需要很多的人去 就是说愿意把这个小事情 教会有那么多的圣工 需要人安排 也要人打扫厕所 环境 整理 那现在疫情期间 每次居安会 还要这个桌椅 还要消毒 这很多圣工需要人做 但是看起来有时候很多事情 是很卑微的 很细微的事情 你愿不愿意付出 为主耶稣付出 那所以我是没有人 洗碗我都报名 我说我去洗碗没有人做的事情 总是要有人去做 那在教圣工上面也是这样 保罗他们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亚织拉 保织拉 他们在事工上面的服饰 我们来参考 那个时候已经公元57年了 那那个时候 他们又从亚织拉 他们又从义无恶所 回到了罗马这个地方 我看到他们重回罗马 我们来看罗马书 罗马书的16章第三节 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保罗 这个亚织拉 白织拉 他们已经回到了罗马 那保罗写信问候他们 公元57年 我们来看第三节 问白织拉 亚织拉安 他们在基督里 与我同宫 也为我的命 将自己的景象指示度外 我们公共感谢他们 就是外邦人的教会 也感谢他们 这里讲到说 家中的教会 这个亚织拉 白织拉 他们回到罗马以后 就在家里面 成立了家庭聚会 一个聚会的场所 我们知道一个教会的刚开始 就是有弟兄姊妹 来到我们从东部 来到汐止这个地方 刚开始我们就会先家庭聚会 慢慢从家庭聚会里面 弟兄姊妹 越来越多以后 我们就找地方 来盖教会 慢慢把这个规模 慢慢地弄到 然后我们看到 当时的这个圣工的发展 有时候在家里面 家庭聚会是一个小事情 小工 可是在圣经 这个教会史上面来看 使徒使徒时代的教会里面 亚织拉 白织拉 家中的教会 在罗马家中的教会 是一个家庭聚会 可是慢慢地传遍了整个罗马城 到时候我们知道 看世界历史 到最后整个罗马帝国 都是信耶稣的 藉着罗马帝国 扩张到整个全世界 全世界有太多的国家 就是都来相信主耶稣 然后我们来看 一节经节 也让跟大家弟兄姐妹 互相来勉励 互相来分享 就是 马太和音主耶稣讲了一句话 马太和音十章四十二节 主耶稣说 任何人 因为耶稣的名 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里面的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识 这个就是我们 虽然做了一个小事情 但是也会得到绝数的纪念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去年去中和领会 领会的时候 我是讲台语 有一个姐妹来帮我翻国语 结果翻完了以后 居然会下台以后 那个姐妹就过来跟我打招呼 然后叫我老师 我说奇怪 你为什么叫我老师 原来这个姐妹大概是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我教了学生 她已经那个时候 她那个时候是幼稚班的小朋友 现在已经是变成直四娘了 已经三十几岁了 嫁给直四 已经变成直四娘了 我完全都已经认不出来 她已经三十 她从幼稚班到现在三十几岁 她已经长大成年了 我真的认不出来 这个时候有时候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当中和教育的老师 那个时候交了小朋友 没想到她三十几年后 她现在在教会工作在服侍神 那有时候我没想到 看起来好像是小事情 但是呢 这里讲到 一杯凉水神都会纪念我们 何况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 所有的服侍的工作 再来我们来讲 我们来看 看似 看似问候却是 绝别 最后来我们来讲到 人生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里面 就是生离最后的一个 叫做死别 刚刚我们讲生离 现在讲死别 在公元 公元就是66年 这个亚其拉百其拉 他们又从罗马回到以弗所 他们的土耳其家乡里面去 然后呢 这个时候保罗就写了 提摩太后书这个书信 然后 这个书信里面呢 来问候到这个 亚其拉百其拉 但是我们有时候呢 看到这个问候书信的时候 看似问候呢 我们知道说 我们读圣经的人知道 提摩太后书呢 是保罗的最后的一个 绝别书 我们来看 提摩太后书四章 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练 问百其拉 亚其拉 看 一家里 一家里 在 那就是 那里 我说 那里 教育 你们 要带我去 来 这里 我 就去 那里 都要离地下 當然就都問你了 願你將願意願同在 好 阿曼 這裡講到說人生最後的一個記憶裡面 大概這個時候就好像我們現在一樣 冬天來了 然後保羅那個時候被暖禁在羅馬 氣候開始要變涼了 然後那個時候的物質沒有像我們這麼豐富 一件衣服是很貴重的 就交代了提莫泰 你來的時候經過了特羅雅 要把我那件外衣要記得帶來 因為天氣已經變冷了 不但是天氣變冷了 而且也到一個人生的終點站了 保羅也知道說他要為主來被交灌的時候到了 我們那個看聖經都知道 他也寫說他被交灌的時候已經到了 也就是說他在人生裡面 這邊有講 我們接著看 在13節裡面 提莫泰後書4章13節裡面 講他說 我在特羅雅的外衣 你記得要把他帶來 趕快要在冬天的時候把他帶來 在第四章的第六節裡面講到說 我被交店離世的時候已經到了 這個時候這句話裡面就是在交代說 我要就是說好像我們在寫那個遺書 我時候到了 我已經快要被斬首了 我要怎麼樣 要離開這世上了 我什麼事情要趕快交代你 那我們看到這個提莫泰後書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很沉重 人生要面對的就是死的問題 死的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是很沉重的事情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在保羅的提莫泰後書裡面 可以看到 生命的傳承 最重要就是信仰 到我們每一個人 有一天都會離開這世上 但是貴重的事情 是不是我們能夠把這個信仰 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我有時候看到 我很多的信仰的前輩 都已經離開我們了 我已經60歲了 我從小那邊教導我的長職 這些負責人 年紀一個一個凋零了以後 很多已經安息到嘴書的懷裡了 我有時候也蠻感觸的 人生到一個階段 有時候看得比較多 感觸也比較多 跟保羅一樣 信仰的傳承 比生命的結束更重要 保羅在生命結束的時候 跟提莫泰交代的事情是什麼 一個年輕的傳道人員 跟另外一個信仰成熟的長輩 在以後所裡面最重要的是 牧養的聖功 然後剛剛講的經節裡面 保羅要提摩泰去問候 這亞吉拉白吉拉的安 也就是說在信仰上面 能夠得到互相的傳承 把亞吉拉白吉拉好的信仰 能夠傳承到年輕的傳道工人 提莫泰身上 能夠把這個信仰 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在以佛所這個地方的聖功 能夠開發結果 所以主耶穌跟我們講一句話 約翰福音12章24節 他告訴我們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面死 能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結出了許多子弟出來 我們一個基督徒的信仰就是這樣 我們的生命有一天就會跟麥子一樣 會落在地裡死掉 有一天我們跟我們所認識的長輩 我們信仰的長者有一天都離開了我們 有一天會輪到我們 我們有一天就跟這些我們的長輩一樣 要離開的時候就跟這個麥子一樣 那我們生命的結束 就是說是必然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能夠跟這個麥子一樣 以利要能夠結出更多的子力出來 把我們的信仰能夠傳承給我們的子孫 代代的傳承下去 然後我們用一節經 最後我們用一節經節跟大家來互相勉勵 我們相信在人生的機遇裡面 我們都有神的掌握 然後我們每一個階段都有神的美意 就好像保羅說的 辦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得到益處 在有時候我們現在的階段裡面 有時候可能是在犯案當中 我們有時候很難明白神的旨意 為什麼讓我們遭遇到這麼多的事情 為什麼神都好像沒有在回應我們 沒有辦法讓我們感受到祂 祂在跟我們同在幫助我們 但是我們的信仰就是我們願意選擇相信 然後以信心來依靠神的帶領 就能夠跟創世紀約瑟一樣 說神的意識是好的 我們期盼我們從亞基拉的人生的機遇裡面 讓我們學習到信仰的成長 也願我們每位弟兄姐妹能得到造就 我們一起來